吉隆坡交赖一名48岁的华裔女采购员 因为生活拮据 打算透过网络平台借贷3万令吉 怎么知道却掉入了女老千设下的陷阱当中 不但没有拿到贷款 反而沦为前旅 涉及全国各地14宗大约18万令吉的欺诈案件 以致她被警方逮捕拘留 甚至被提控上庭 成为诈骗集团的戴罪羔羊 48岁的女士组今天在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纳都斯里张天赐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自己因为生活拮据 在去年7月13号上网贷款 不久后便接到一名自称是 Peggy女子的来电 对方声称可以帮女士组 申请贷款3万令吉 更指示她在不同银行 分别开设两个户头 并将提款卡有寄到对方所提供的地址 原本我是要跟她借10千的贷款罢了 然后minimum她讲最少要30千 30千然后我讲是怎么样算 然后讲一个月供多少钱 然后她讲一个月是大概650块这样子 然后我就讲可以啦 我有做工可以cover这样子 然后她就讲等银行的联络 call你这样子 我就等 女士组表示对方告诉她 这是贷款程序的其中一环 对方也会帮她做好所有的工作 让女士组可以顺利获得银行贷款 不宜有诈的女士组 唯有乖乖地等候对方的消息 直到两个月后 警方突然找上门来 指女士组涉及全国各地多宗诈骗案件 涉及金额高达18万令吉 这时女士组才恍然大悟 发现自己成了诈骗集团的前驴 警方抓我去lock up 然后他讲我的名字骗人家钱 我讲我没有 我只是寄ADX卡给人家罢了 我要借lun personal loan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然后就抓我去lock up 大概是三天 女士组表示 自己现在不时面对不同地区 警方的扣留和逮捕 有时甚至还会提供上庭 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 希望大众可以引以为鉴 不要轻易上网贷款 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NTV7综合报道 女士组단 Und様 Freiheit вопросы